Hello 大家好 我是Josie I'm a social worker, spiritual counselor and a psychic 我是一个社工灵性咨询师和灵媒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关于我们实相的显化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可能性和概率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有一点点和吸引力法则所类似 但是它是我自己的理解也是我自己的领悟 和市面上可能出现的一些吸引力法则 中间的一些概念会不太一样 但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和我自己的感受给大家看看 我们呢都在谈论吸引力法则 或者是我们如何来显化实相 其实这个是灵性道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些概念 那我要分享的其实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世界下面 所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和概率的问题 那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在这个宇宙下 我们自己的实相所有的形成 可能是由我们的逻辑 也就是我们的脑子 我们的brain 和我们的心 或者是我们灵魂 我们的mind 所共同通过情绪 通过我们的emotion 或者是feeling 来实现 那这中间就会涉及到一个 关于可能性和概念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性是什么 英文可能性是possibility 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的逻辑所投射出去 对未来情景的预测 预测 比如说 哈喽 比如说我们的统计 就像是我们的统计学 有没有统计 统计学 统计学 是以我们过去的数据作为基础 然后对未来做出预测 那同样的我们的逻辑也是这样子在运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逻辑是通过我们自己在这一世 我们记忆当中 哈喽 下午好 我们记忆当中所经历过的过去 然后把这些过去作为我们的逻辑 可能关联性的一种基础 对未来进行预测 那我们的逻辑或者是头脑 会通过我们曾经有过的经历 对未来的状况发生一些 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一些判断 这个是一种可能性 所以说可能性是逻辑头脑 或者是我们的大脑所运作的一种方式 它是属于我们的这一个物质身体 所已知的世界范畴 那概率呢 概率有点不一样 概率在英文当中 它的单词是probability 所以说possibility和probability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那我们在中学的数学当中 都有学过关于概念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它有点像是随机事件 可能出现的可能性和大小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有学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在我们指骰子 对不对 1到6当中我们指骰子 从1或者是6出现的任何一个数字 它出现的可能性都是随机的 都是随机的 这就是一个概率的概念 那如果再放大一点点的范围 我们用一台 比如说我们用一台超级计算机 来做计算好了 那中间抽取1到6之间 可以出现的可能性 那么1到6 这两个数字中间可能出现有理数 也可能出现无理数 甚至是我们不知道的数字 我们不知道的公式 那这种可能性和我们自己的逻辑 大脑所已知的东西是没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在灵魂层面也同样如此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事情可预知不可预知 我们所知道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它可以发生的这种可能性 它就是一个概率 那概率是在灵魂层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它是通过我们的灵魂 或者是通过我们真实的这种心灵 或者是心念来运作 那所以说呢 可以简单来讲说概率 因为概率它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知道和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概率呢 它不是通过逻辑头脑来运作 但是它包含了我们的逻辑 可能预测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它不包含在 它不包括概率 我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应该会画一个图在这边有没有 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会可以来聊一下 显化实相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到这个物质世界来 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 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进化 例如说 我们来谈到显化实相这件事情 大家对财富都很有追求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银行存款有100万 那我投注了我所有的意念来说服我自己 我拥有这100万我要我的银行存款里面有100万 这是一种意念或者是一种想象 我们运用我们所谓的吸引力法则 让自己相信我可能可以有 或是我可以有这100万 但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它没有发生 当我们投注了我们所有的意念 这100万还是没有在我的存款里面 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沮丧 因为我做了市面上的所有的这种吸引力法则 告诉我可以做的任何事情 不管我投注了多强的意念 不管我多相信我自己可以获得这样子的这一笔钱 但是我们的灵魂或者是我们心灵 并不是这样子来运作的 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 是需要我们先把这样子的意念 投注到这个物质世界当中 那因为这个物质世界它是物质的 它是由这种实质的东西所构成 所以它需要一个实质的结构 来构成我们这一个实相的全息图 这才是实相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不仅仅是我们一种意念的投射 它更是一种物质化的显像 或者是物质化 把意念物质化的一个过程 那概率和可能性就是在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当中起作用 就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100万对不对 我的逻辑会给我怎么样的可能性 抢银行 我节约钱 我去赚钱 我努力工作去赚钱 我工作 我省钱 我买基金 我投资 我买股票 我买彩票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的大脑所已知的可以实现的这种可能性 那在这当中 我用一个最快速的方法来好 我当然不是抢银行 比如说买彩券 我投注了我所有的意念在买彩券这件事情上 我希望我可以中大奖 让我自己感觉我可以中这个奖 我非常坚定 这就是这个号码就可以让我得到100万 但是因为这是我们的逻辑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逻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也在告诉过我们 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发生 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的逻辑也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它是经验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很多人都是因为买彩券而有钱 而变有钱 所以当我们在投注这个意念到这个实相当中 如果我们仅仅是用这种可能性的方式投注 它本身就带有自相矛盾性 所以很多人就算是买彩券 在为什么吸引力法则没有办法发生的原因也在这里 这是因为我们在相信 我们用可能性或是用我们的头脑在投注一个自相矛盾的意念 只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和概率工作就是这种probability的工作的话 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开始用我们的心或者是灵魂来做决定 我们的选择会多少 之前我有说比如说我要这100万对不对 我那逻辑可能只告诉我们最多10个选项 但是如果我们用概率来工作的话 或者是用我们的心念用我们的灵魂来工作的话 它就有无限可能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心灵导师都会说有无限可能 因为我们的选项当中包含了我们知道或是不知道的所有选项 它就变成了无限的可能 然后要去实现这样子的无限的概率 我们必须要去放开我们的逻辑框架或者是逻辑限制 所谓的逻辑框架就是我如何要去获得这100万的这一个想法 那概率适合心灵工作 它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这一种概念 所以它通过情绪来驱动 也就是概率要实现它 我们要驱动的是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是一种富足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把意念投注在一种富足的感觉上的时候 那么物质世界就会用无限的可能性来满足我们的富足感 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在人类世界里面是如何获得100万 但是当我们在和概率工作的时候 我们投注的是一种富足感 这种富足感它可能不是一个100万的数字 但是这个宇宙会用不一样的方式 无限的可能性来满足我们的富足感 我希望这样子讲的话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看看 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 比如说我去参加了很多很多种的活动 我所投注的这种概念 或者是我知道我自己灵魂想要的 并不是一种我要有名 我要多少的粉丝数 我要挣多少钱 我的灵魂深处本身想要的 其实是一种有趣的经历 或者是有趣的感觉 所以这种有趣的经历和感觉 是宇宙回应给我的 所以它会丢给我一些不可思议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经历出现在我的面前 或者是我突然又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知道 是我自己投注给我自己灵魂的意念 所以要让我们的这个实相显化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就是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不是为了满足欲望 满足欲望不是我们投生在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 我们投生在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当我们对自我有了更强烈的认知之后 放开自己的逻辑框架 然后去找到我们灵魂和心真正要的这种感觉 去找到那种无限可能的感觉 把这种意念投注在这种感觉上的时候 宇宙就会用无限可能来回应我们的感觉哦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 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看看 这个概念有一点复杂 但是它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理解的方式 只要有用就好了啦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长得好看一点点 是因为我有偷偷去学化妆 所以今天你看我的轮廓稍微有打得亮一点 不像以前都是一张包子亮 OK啦 不扯了 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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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